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般来说 北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都是在月底前后召开 可是今天12月8号才是月初 北京就突然临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只字不提召开中共中央全会 也就是三中全会的事情 所以看来在近期之内三中全会是不会开的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讨论的主要议题居然就是谈经济 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这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 这就显得更加有点不正常 因为北京一般都是在每年的年底 召开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专门研究明年的2024年的经济工作 所以如果分析研究明年2024年的经济工作 应该是在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 就是经济工作会议上 不应该在这个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来提前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习近平这次临时召开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 专门研究经济问题显得就非常的非同寻常 根据英国路透社今天12月8号的报道 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诺要刺激内需 在2024年让经济复苏 北京官方媒体今天援引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政治局的话说 到2024年中国将刺激内需 巩固和提升经济复苏 北京官媒今天也一致放出消息 声称在明年初中国经济将在刺激措施下复苏 改变现在的状态 也就是说习近平今天12月8号临时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要做出一个 习近平亲自要下场来领导经济的一个会议 估计习近平在这一次会上做出承诺 说是要刺激内需 要在2024年就要让中国的经济复苏 其实这是一条令人细思极恐的新闻 就让人联想到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 毛泽东当年叫做急功近利 要发起大跃进 说是要在三年之内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结果这个大跃进就变成一个经济上的瞎折腾 什么大链钢铁人民公社 最后折腾到饿死几千万人才收手 这次习近平也是一个急功近利 他说明年就要恢复经济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恢复经济 必然要出台一些很极端很猛烈的政策 否则经济不会这么快就恢复的 习近平越是要急功近利的在一年之内就要恢复中国的经济 他就不得不下猛药 就要出台一些猛烈的塑效的政策 这么下猛药的瞎折腾 很可能反而进一步要摧毁中国的经济 导致毛泽东当年大跃进那样的可怕后果 另外呢 在稍早的12月6号习近平还主持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这就表示习近平现在是真的急了 他要亲自上阵 亲自下场的指挥明年的经济工作 他要急功近利的要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经济提振起来 要中国的经济复苏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亲自下场来指挥经济呢 其实习近平本人并不太想这么做 因为习近平他也知道自己不懂经济嘛 他来下场指挥经济也只能是一个瞎指挥 但问题是现在习近平把中国的体制搞成一个很极端的个人独裁 就是本来是属于国务院主管经济的 国务院总理的大权 习近平也全部都弄到他自己手里 这样一来习近平把所有的经济大权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那么习近平不亲自指挥 整个中国经济就不动了 大家都在等习近平的指示 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现在也不管经济了 等于是习近平的秘书就是说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办事他不会主动去干什么事了 一个政府机构如果各级官员没有积极性都在等上级的指示的话 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最糟糕的情况等于是半看幻 比如像一个军队打仗 最重要的就是前线的军官要有主动性 他要想方设法主动去寻找打胜仗的机会 不要错过机会去打胜仗 如果说前线的军官都在等上级的指示 那么很可能就会错过打胜仗的机会 这样军队是很难取胜的 过去邓小平搞经济就是权力下放 白帽黑帽抓住老鼠就是好帽 这样就极大的调动了下面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 各级官员都主动想办法来发展经济 这是过去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如此的糟糕 可是各地官员他们都失去了主动性 他们都在躺平了被动等习近平的指示 他们自己主动不去做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不发指示的话 整个中国经济就不动了 所以现在习近平看到这个状况也是没了办法 他亲自不下场指挥的话 中国经济也就不动 所以习近平是被迫亲自下场来指挥经济 然而人们最怕的也是习近平亲自下场来指挥经济 因为他指挥经济只能变成一个瞎折腾了 上一次新冠疫情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这个疫情防控工作 结果硬是搞了一个非常僵硬的动态清零政策 硬是把这个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就给搞砸了 如果习近平没有亲自下场去指挥那个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的新冠疫情不会搞那么一个悲惨的结果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要亲自下场来指挥中国的经济 那就是说习近平要用这个刺激内需的办法来恢复中国的经济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给刺激起来呢 所谓内需就是老百姓在国内买东西的消费 那么这个最大的内需最大的消费当然就是买房子 房地产 因为买房子是人们把一辈子的积蓄和未来的收入都投入的一种高消费 所以人们买房子是最能拉动内需的 而且人们买房子不仅会带动钢铁水泥玻璃这些建筑业 也会同时带动室内装潢装修家具家电这些副产业 所以一旦房地产火爆起来整个中国经济就火爆了 那么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萧条也是中国内需不振的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习近平要拉动中国的内需 首先就要拉动中国的房地产 房地产拉动不起来内需就起不来 那怎么样才能拉动中国的房地产呢 当然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房子涨价 因为人们都有一种心态叫做买涨不买跌 如果是房子涨价的话当然就要赶早买 越早抢购越合算 如果房子要跌价的话那就不要急着买要观望 因为越晚买房子价格就越低就越合算 所以在当前房子跌价的趋势情况下 人们就是要在观望吧 就不可能去急于买房子 而人们不买房子 房子就卖不出去 价格就要进一步下跌 而房子价格进一步下跌 人们就越不急着买 就越要等着它跌价 这样就造成房子更加卖不出去 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习近平要想很快速的把中国的房地产给提振起来 那么可以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当然就是让房子涨价 第二个办法就是让货币贬值 所谓让房子涨价的第一种办法 就是人为的来抬高这个房子价格 造成房价的暴涨 一旦房子出现价格暴涨 人们就会争先恐后的去抢购房子 房地产一下就火起来了 过去中国的房地产那么火热 就是因为房子价格暴涨 引发了人们争先恐后去抢购房子的热潮 但是用人为的抬高房子价格的涨价办法 来提振房地产 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房子的价格不可能无限制的上升 涨到一定程度 它跟老百姓的收入完全脱节了 这个价格就涨不上去了 现在中国的房价已经涨到和老百姓的收入完全脱节的程度 房子要想再涨价 其实已经没有涨价的空间 所以习近平要想用通过房子涨价的办法 来提振房地产 现在已经是行不通了 提振房地产的第二个办法就是让货币贬值 所谓货币贬值 就是货币大放水跟人们大涨工资 造成整个的物价普遍上涨 通货膨胀严重 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 人们就考虑到赶快要买房子来保值了 因为你钱存在银行里面越来越不值钱变成一张废纸了 还不如赶紧买了房子 买房子还能保值 所以一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必然就会刺激人们赶紧把存款拿出来买房子 这样一来房地产就又火爆起来 中国经济好像又给提振起来了 但是用通货膨胀来刺激内需 刺激房地产也是极其危险 通货膨胀就像是一只老虎 一旦把它放出笼子 就很可能会失控 收拾不住了 很多国家的政权都是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导致他们垮台 不少中国人应该是记忆犹新 就是1949年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滥发钞票 引发的严重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等于是一张废纸 所以你要用这个货币大放水 大发钞票的办法来刺激中国经济 刺激内需 等于就是一个玩火 弄不好就把自己给烧掉 那么现在习近平发话 他要自己来亲自领导经济 承诺要在明年刺激内需 要恢复中国经济 而习近平唯一可以用的办法 就是在短期内能够刺激内需的手段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货币大放水 大发钞票 所以现在看来习近平真是到了一个无计可施的时候了 也只好冒险去用这个货币大放水 大发钞票的办法来刺激中国的内需 不过这样钞票滥发下去的话 弄不好就会变成国民党当年那样的金元券 那中国经济就彻底崩溃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要亲自下场来指挥经济 要急功经理的承诺 要在明年来恢复经济 就是让人一个感到极其叫做细思极空 心惊肉跳的事情 后果会怎么样呢 只能说但愿不要搞到饿死人的程度吧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